正向的咱们看完了准于抵扣的镜像税 接下来再反向的看看不得抵扣的镜像 这块内容也非常的重要 从大方向上来说 不得抵扣的镜像 那它的原因有三类 一类是身份不符合要求的 还有就是票据不符合要求的 再有就是用途不符合要求的 那前两类都是简单了解即可 最后那类是最重要的 内容也是最多的 咱们先来看第一类身份不符合要求的 当然你是小规模纳税人 不能抵扣镜像了是吧 那你成为一般纳税人了 是不是就一定能抵扣镜像呢 也不是的 一般纳税人如果会计核算不健全 或者不能准确提供税务资料的 那咱们也是不让你抵扣镜像的 另外就是小规模纳税人 你的销售我已经超标了 已经超过了那个年500万是吧 那这时候你应该办一般纳税人登记了 但是你过着不去办理登记 那这个时候注意啊 拖着没有好处 因为我们要让你正常按一般纳税人的方式 去算肖像 同时呢还不让你抵镜像 那你不就亏大了吗 是吧 这是咱们说身份不符合要求的 另外这还提示了一句 说经税务机关核准恢复抵扣镜像税额资格后 即在停止抵扣期间发生的全部镜像税额 均不得抵扣 比如你已经超了小规模纳税人的标准 但一直没有去做登记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注意这个期间啊 你没有去办登记我们也要让你按一般纳税人的方式去算肖像 同时不让你抵镜像 那这个期间你如果拿到了一些抵扣凭证 那能不能说我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以后再去抵呢 抱歉也不行好吧 停止抵扣期间的全部镜像 以后即便是正常让你抵了那也不能用了 这是第一大类 然后接着第二类就是票据不符合要求的 比如说咱们买一些货物你要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才可以抵税 那你没拿到你拿到的是增值税普通发票 那这个不是咱们的正常抵扣的凭证 那它当然是不能抵的 还有呢就是咱们有一些佐证要求的 比如你凭那个完税凭证来抵扣近象的 咱们还需要同时具备跟境外签订的书面合同 付款证明境外单位的对账单或者发票 如果这些佐证资料不全那也是不得抵扣的 这块咱们也是一般了解好了 考试的时候主要你关注一下 是不是该拿专票的这个业务 咱拿到了普票好吧 这是考试经常考的 其他的都不太重要 然后接着我们看看最重要的那块 就是用途不符合规定咱们不让抵的 其实就是不满足配比的这个原则的 因为现在你要抵近象 将来你得有肖像才行 那如果未来没法产生肖像 那抱歉现在的近象我就不让你抵了 这里面内容比较多咱们一条一条的来分析 先来看第一个 说购近的货物 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如果用于减一计税项目 免税项目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项目 它是不得抵扣近象的 咱们来想一想 说我是一个小规模纳税人 我所有的业务都是减一计税的对吧 那减一计税情况下 一步算出来的就叫税额 减一计税里边是不分肖像近象的 那既然你没有肖像 那当然就不能抵近象了 是吧 所以说减一计税项目的对应近象 都是不能抵扣的 当然咱一般纳税人 也有一些业务是减一计税的 那只要你是减一计税业务 对应的近象都不能抵扣 因为它没法产生肖像 然后接着就是免税项目 未来你卖这东西是免税的 那当然它没有肖像了 那对应的近象就不能抵了 比如说咱们是一个药厂 咱买了一批材料 用来生产免税药品 那注意这个药品没法产生肖像 所以对应的近象不让抵扣 再有就是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这事大家应该清楚 以前咱们讲视同销售的时候就提过 说外购呢 如果你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这个是不允许抵扣近象的 原因就在于 你把它吃了喝了用了 是吧 这也当然啊 它没法产生肖像了 那对应的近象不让抵 但如果外购你用于投资 分配赠送呢 用于这投分赠 注意咱们是视同销售要算肖像的 那既然视同销售算了肖像 那对应的近象当然就可以抵扣了 所以这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是不得抵扣近象的 这是咱们说到的整体的一个规则 但是里边细致规则还有很多 你看他说用于这些方面的 这个购进的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是不得抵扣近象的 但是括号里还说了 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也就是说你购入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不管你用于什么项目 那他一律是允许抵扣近象税的 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连锁经营的饭店 那我支付了这个连锁经营权的这个费用 那这个就属于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那这块我一律都可以抵近象 它不区分用途 这是一个 那别的呢 如果不是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是其他的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那咱们就要看看用途了 比如说你购入的是材料 那这些个消耗品 咱一定要准确划分一下 哪些能抵扣哪些不能抵扣 比如说我买了一批材料 这批材料呢 既用于生产这个应税的药品 是一般计税方式下的药品 又用于生产免税药品 那请问我这个材料的进项都能抵吗 那当然不行是吧 你只有用于这个一般计税方式的这种应税药品 那它才能产生肖像 那它对应的进项才能抵扣 那如果你这材料用于生产免税的药品了 那它未来是没有肖像的 那当然它对应的进项就不得抵扣了 所以在这一定要分清楚 那要知道你生产不同的产品 各自用了多少材料是吧 比如各自用了一半 那就一半的进项能抵一半不能抵 那如果你分不清楚怎么办 我不知道这材料到底多少用于应税了 多少用于免税了 但是我确实是都把它给用了 那这种情况下没有关系 咱们是按照销售额的占比等方法 来划分可以抵扣的部分 比如说我不知道这材料多少用于了应税 多少用于了免税 但是我知道应税产品 这个月咱卖了一百万 不含税金额一百万 免税产品呢 咱卖了两百万 那么这个材料的进项呢 假设一共有十三万 你说我有多少能抵多少不能抵呀 那能抵的就这么算好了 就拿十三万去乘上三百分之一百 因为整体的销售额是三百 是吧 但是其中只有一百的部分 未来能够产生消效 那就三百分之一百部分的进项 可以抵扣 那反之就是十三乘上三百分之两百 那个进项就是不得抵扣的那个范围 对吧 所以这儿呢 我们用销售额占比等方式 来划分一下多少能抵 多少不能抵好了 这是我们说到混用的这些材料等等 那接着还有一些大件呢 比如说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那他们这个进项能抵不能抵 怎么来判定 这儿还是要看用途 如果这些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动产 是专门用于不得抵扣范围 那么它的进项就是不能抵的 比如说我们外购了一个热水器 专门用于职工食堂 职工浴室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啊 你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是吧 是专门用于集体福利 那它当然是不得抵扣进项的 包括无形资产 不动产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买了一栋房子 那这栋房子呢 专门用来做职工食堂 是吧 那这个用于集体福利 咱也不让低进项 但是如果你混用呢 就是我这个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动产 不光是用于这些 简易积税 免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我还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 是吧 用于什么车间生产等等 那这种混用的情况下 咱就不用去划分了 咱就全部进项都抵掉好了 那么这儿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材料这种消耗品 它就必须得分清楚 多少能抵多少不能抵 而这个大件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动产会用 我就全部进项都抵了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你想啊 说你买了一个固定资产 这个固定资产呢 它是一个设备 它既生产这个应税药品 又生产免税药品 那这个时候 你说你需要去划分 多少能抵多少不能抵吗 其实不需要 因为啊 你这固定资产能用好久好久呢 是不是 它不像材料 材料你用了就没了 它只能用这一回 而固定资产能用好多年 那这好多年呢 其实你的这个使用的用途上 可能会有变化 说这个月我生产 应税药品多一点 那下个月我可能 生产免税药品多一点 在这么长的时间期间里边 其实咱没必要去分那么清楚 所以啊 这个大件 也就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动产 你既用于能抵的情况 又用于不能抵的情况 咱就全部都抵掉好了 那比如说咱买了这个设备 它既用于生产应税药品 又用于生产免税药品 那么我们就全部进向都抵了 或者说你买了一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呢 有几层是办公用的 然后还有几层是做这个职工食堂 职工浴室的 那都没有关系 咱不用划分 只要你有一点点是用于这个生产经营的 用于能抵扣的范围 我们就全部进向都抵了 这是大件的这块 然后接着还有问题 说如果不是我买的固定资产不动产 而是我租的怎么办 说我是租进来一个设备 或者我租进来一个房子 是吧 那我既用于一般计税方法的项目 既用于正常生产经营 我又用于那些不得抵扣的范围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一样的 咱说大件混用都可抵 那你不管是买的还是租的都一样 这儿租入的固定资产不动产混用 照样进向税额也是全额可以进行抵扣 这是咱们说到的第一大类情形 注意啊 购进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用于减一计税 免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这是没法产生肖像的 所以他的镜像不让抵 但是呢 我们大件混用都可抵 其他混用要划分 接着再来看这个2345项 2345项说的其实是一类事情 都是非正常损失 那非正常损失的这个东西可能不一样哦 比如说啊 他这个二里边说了 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 及相关的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这是不能抵扣进向的 那举个例子吧 说我们是一个服装厂 服装厂 我们从外边采购了一批布料 要生产服装的是吧 这个布料 你看他有进向税是吧 然后接着呢 这个布料我还在别的加工厂里 让他们加工了一下 给我裁剪成布片是吧 回来我这直接一缝制 就可以做衣服了 那我可能付了加工的劳务费用 然后接着我还付了运费 把这个货给我运回来是吧 那你看这个买布料 付加工费 付运费 其实都有进向税的 但是现在出问题了 说我这批布料 运到了单位这个仓库以后 结果由于管理不善被盗了 那么注意了 他被盗了 将来就没有办法再产生肖像了 那么前头这些个进向 还让你抵吗 当然都不让抵了 那一连串的进向 买布的进向 支付加工费的进向 还有运费的进向 通通都不让抵扣了 这是咱们说的第一块 非正常损失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这个布料啊 确实也付了裁剪费 也付了运费 这个时候我已经放到 咱们的车间这个生产线上 已经开始加工了 它现在已经加工成了 什么再产品 甚至是产成品是吧 结果现在再产品产成品 因为管理不善被盗了 比如我已经加工成服装了 那服装被盗了 那请问服装被盗了 未来它还能产生肖像吗 当然不行了 那么前头你买布料 不加工费 不运费 那个进向还让你抵吗 当然就不让抵了 这些通通都不让抵了 所以说非正常损失的 再产品产成品 他们所耗用的购进货物 老物和交通运输服务 都是不让抵进向的 但是这里边说不含固定资产 其实很容易理解 你想啊 你这个布料付了加工费 又付了运费是吧 然后你已经加工成服装了 现在服装被盗了 我们说那生产服装的 这个前边这些个进向 布料的加工费的运费的 咱都不让你抵了 那你说那个 我买的服装生产设备 那个进向让不让抵啊 注意设备又没有被盗了 是吧 设备还好好的呢 他不生产这批服装了 他可以生产下一批吗 所以物品资产那块的进向 不用管他 好吧 但是布料加工 还有运费的这块进向 咱确实是不让你去抵扣了 好 这两个其实是一组 咱们说了 可能损失的是原材料 也可能损失的是再产品产商品 这都没有关系 跟他有关的一系列进向 反正都不让抵了 好吧 然后接着再看第四个 说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 以及该不动产所耗用的 构进货物 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还有第五个 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再建工程 所耗用的构进货物 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这都是不能抵扣进向的 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不动产 买了一个房子 结果发现这个房子 它是违章建筑 政府让我拆了 那这时候你说我房子的进向 还能抵吗 当然不能抵了 因为房子都没了 未来没法产生肖像了 或者说呢 这个房子是我自己盖的 那我自己盖这房子 我得花好多钱 比如说我买了这个建材 买了这个材料 是吧 然后呢 我还买了设计服务 我找设计公司 给我设计的漂亮亮的 然后呢 我还买了建筑服务 找建筑公司 给我盖的结结实实的 结果呢 这个房子盖好了以后 发现是违章建筑 是吧 不符合这个 可能地的一个用途 规划等等 总之现在政府让我拆了 让我拆了 那么相应的这些材料 设计 还有建筑的镜像 是不是通通都不让抵了呀 那你说我盖成了房子 这叫不动产 那如果正在盖着呢 正在盖着没有盖成呢 那就叫不动产再建工程 总之啊 你这个不动产 或者是不动产再建工程 他们发生了非正常损失 那未来没法产生肖像了 那么跟他有关系的 这一系列的镜像 也是不允许抵扣了 但是这儿并没有说地的镜像 不让你抵是吧 并没有提那个地啊 因为地还在嘛 房子让你拆了 其实地还在是吧 那个不管他啊 但是材料设计和建筑的景象 是不予取底的 这就是咱们说到的 这四类非正常损失的情形 好 然后接着还得再强调一下细节 什么叫非正常损失 在增值税这儿 他特指的是 管理不善造成的货物被盗 丢失煤烂电质 以及因为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的 货物或者不动产被依法没收 销毁拆除 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啊 你这个货物在仓库里边 结果管理的不好 被盗了是吧 或者说咱们违反法律法规了 我盖的房子是个违章建筑是吧 最后让我给拆除了 那么这些都属于我们这儿的这个非正常损失 那么它对应的镜像是不得抵扣的 但是注意咯 如果是别的原因造成的呢 比如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那我的镜像可以抵扣吗 比如说这儿地震了 把我这房子给这塌了 那么相应的镜像 我原来是抵过的 那需要转出吗 不需要的 自然灾害是不可抗力 是人为控制不了的 对吧 所以这个相应的损失 那个镜像税呢 抵了就抵了 相当于国家就不在乎了 不让你去转出了 但如果是你自己原因造成的 你看管理不善 和违反法律法规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吧 究其原因其实都是管理的不好 你要管理的好 怎么可能去违反法律法规呢 是吧 怎么可能这个货物被盗呢 所以都是自己的原因 那自己原因没有管好 导致了非正常损失 那对应的镜像 当然是不让你抵扣 你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的 对吧 好 所以这儿一定要分清楚啊 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对应的镜像可以抵 另外就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 会有一些正常损耗 那正常损耗那块的镜像 可以抵扣吗 比如我们工厂里边 生产产品的时候 它总会有一些残死品率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合格率是98% 那就会有2%不合格 那2%不合格的产品 他们所消耗的那些材料什么的 你说镜像让不让抵啊 也可以抵 只要是正常损耗就行 是吧 咱说的啊 非正常损失不让抵的 仅限我们刚才所列明的 管理不善造成的 这个货物被盗丢失 煤烂电汁 以及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的 货物或不动产被依法没收 销毁拆除 咱不要人为的扩大塔 好吧 非正常损失在这儿是有限定的 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个 需要转出的范围 然后接着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在算企业所得税的 应纳税所得额的时候 如果有资产损失 那资产损失的这个净金额 也是可以在所得去税前扣除的是吧 那我们允许去税前扣除的 那个净损失到底怎么算呢 这儿我给了一个公式 就是损失的资产成本 加上进向税额转出 然后再减去赔偿或补偿 举个例子 说我们买了一批材料 这批材料买的时候 拿到了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 上面注明 价款100 税13 一共是合计113 是吧 那买的时候 正常我是可以比进向的 我把这个13的进向做了抵扣 然后价呢 100寄到了成本里 是吧 结果后来出问题了 说这批货物呢 完全被盗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说我是不是资产成本损失掉了呀 损失的资产成本是100 原来我寄了成本100 那现在损失掉了 另外就是 它如果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货物被盗 那么这是非正常损失 我们这儿的进向也不让你底了 那你也得转出 转出多少呢 就是100乘上13% 是吧 这13也不让你去底了 相当于你一共损失了113 但是这儿我们还要注意 是不是有责任人的赔偿 什么保险公司的赔偿补偿这些 如果有 保险公司给我们赔了20 那我们就把它减掉好了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资产净损失金额 好吧 这是它的一个计算 跟企业所得税会有结合 另外还要特别注意 就是不是所有的损失 都要做进向税额转出的 如果这儿不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的 不是因为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的 而是什么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等等 那个呢 它就不需要做进向事额转出 所以要不要转出进向 这个咱们得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好吧 一定咱们要看一看里边的关键词 才能做出结论的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二大类 这个非正常损失的情形 进向不得抵扣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 第六条 也就是第三大类 不得抵扣 说的是购进贷款服务 餐饮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 还有娱乐服务 这是不得抵扣进向的 也就是这些服务项目 咱们单独做了规定 只要你是买这些服务 通通都不让做进向抵扣 你看第一个说的是贷款服务 记不记得咱们之前强调的一句话 就是存款不争 然后贷款不抵是吧 他俩是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我们企业 有一些闲钱在银行存着 那存着我会赚到一个存款的利息 那这存款利息是不争增值税的 对吧 他属于圈外人 他不争增值税 另外就是如果我缺钱了 我要向银行去借款 相当于我要付贷款的利息 那这个相当于我购进贷款服务 注意支付的贷款利息 也是不得抵扣进向的 你看这很公平对吧 存款不争了 所以贷款也不能抵 另外在这还有拓展 说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 向贷款方支付的 有关投融资顾问费 手续费 咨询费等 也不得抵扣进向税 比如说假公司向银行来借了一笔款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啊 假你付给银行的这个利息 它是不允许抵扣的 因为属于购进贷款服务 不得抵扣进向 那你说我如果付给银行 有关的一些投融资顾问费 手续费 咨询费 它能不能做进向抵扣啊 注意也不行 原因就在于啊 你从以银行借了钱 对吧 你们俩本身就有这接待关系 你要向他付利息的 那这时候我们很担心 你把利息换一些名物 你说我付的不是利息 我是手续费 咨询费 什么投融资顾问费 是吧 咱们担心你以这些名义啊 来进行支付 那如果以这些名义支付 咱让你抵扣进向 你是不是就会钻空子啊 所以干脆咱就一块都不让笔了 当然在这还有一些限定 说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 向贷款方支付的 有关的这些投融资 顾问费 手续费 咨询费 不得抵进向 但如果你不是向这个银行支付 你是向别的机构支付 你是向这个丙公司来支付 是吧 那这个时候 他就是允许抵扣进向的 或者说你向银行支付的 跟你这贷款业务 没有关系的一些个这个费用 那他该抵进向 还是正常抵的 好吧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限定 也就是贷款服务 不让笔进向 那么跟他有关系的 你支付给贷款方的这些 其他名目的这些款项 也是不让笔进向的 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然后接着就是 购进餐饮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 是不得抵扣进向的 其实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你比如说 我们请客户吃饭 或者请员工吃饭 是吧 或者咱们去做什么 这个SPA呀 按摩呀 或者咱们去这个KTV唱歌呀 什么打保龄球啊 是吧 那这些个你一看就知道 它是属于什么呀 它属于外购用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嘛 是不是 你吃喝玩乐去了 这本身它就不允许抵扣 好吧 前头咱们第一条就说了 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是不允许抵扣进向的 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能抵的 那接着 你说这些不能抵 那住宿呢 还有什么旅游服务呢 能不能做进向抵扣啊 那个可没说 也就是他们的符合条件 是可以抵扣进向的 比如咱们单位员工出公差 出公差他要住酒店 是吧 那他只要住酒店的时候 拿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他就可以去抵扣进向 还有这旅游服务 比如咱们去做一个商务考察 是吧 咱们找了一个旅行社 给他安排了一个商务考察的 一个这个行程 好 那这块旅游服务 他拿到了专票 也可以做进向抵扣的 没有问题 但是还是要结合用途 咱们去进行分析 如果这儿呢 咱们是带员工啊 带客户出去玩去了 是吧 那吃喝玩乐去了 那那一套还是 属于我们的外购用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那个就不能抵扣了 好吧 但是你如果是出公开 正常咱们去办公的这些个事 什么商务考察啊 这些那都没问题 他符合条件 可以做进向抵扣 所以注意 吃饭不抵 住宿抵扣吧 然后接着就是 咱们境内的旅客运输服务 它是从19年4月1日起 可以平跳或者计算抵扣进向的 在此之前是不行的 但是那个货物运输 货物运输服务 咱们一直都是可以做进向抵扣的 客运 它是从19年4月开始让抵扣的 这块咱们也要知道 好 那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各种各样情形下 不得抵扣的这个规则 介绍完了 然后咱们能抵不能抵呢 我这做了一个总结啊 就是关于进向抵扣规则的 一个素计口诀 大家呢看一看 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 比较实用的啊 首先他说到 大件混用都可抵 其他混用要划分 这个所谓的大件 指的就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好 那这些个资产呢 如果你是既用于能抵的这个情形 又用于不能抵的情形 那咱们全部进向都是可以抵的 所以叫大件混用都可抵 但是其他混用就要划分一下 比如说啊 你的材料进向是吧 哎 你既用于能抵的 又用于不能抵的 那就得分一分 自己分得开最好 分不开呢 就拿什么销售额的比重等等比例 来进行一个划分好了 然后接着就是管理不善不能抵 灾害次品都可抵 也就是咱们非正常损失的那个 是不能抵进向的 但是非正常损失它是有限定的 仅限管理不善造成的 以及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的 那些个列明的损失 其实究其原因都是管理不善 你可以记管理不善 这是不能抵的 但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以及正常的咱们那个残死品 那个正常的损耗 它的进向都是可以抵扣的 然后接着运费伴随货物抵 客运货运都可抵 也就是运费和货物是一起的 比如你买了布料是吧 然后又付了运费 那么这个布料将来生产服装去了 那么布料的进向 运费的进向 通通咱们都能抵扣 但如果说这批布料被盗了 那注意布料的进向 还有它的运费的进向 通通都不能抵了 所以运费和这个货物 它是一条省上的蚂蚱 如果说不能抵了 那就一块不能抵了 能抵的时候就一起抵 并且我们现在是客运货运 这个都是允许做进向抵扣的 没问题 再有就是吃饭不抵 住宿抵 咱们吃饭 这个餐饮服务 它是不让抵进向的 但住宿费满足条件 拿到了规定票据 是可以做抵扣的 还有就是存款不征 贷款不抵 也就是存款利息 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而贷款利息 咱们支付出去 也不得做进向抵扣 这就是进向能抵不能抵的 这个素季口诀 大家读上一两遍 应该就记住了 好那接着 说完了这些基本政策 我们再来演练一下 看一看相关题目 一个22年的多选题 说下列项目中的增值税进向税额 不得从肖像税额中抵扣的 有谁 不得抵扣的 A说 非正常损失的不动产再建工程 所耗用的购进货物 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如果你直接看这种文字描述 没有感觉的话 那你就想一个例子 你可以想象 我们正在盖一个仓库 正在盖着盖着 那突然被确认为是这个违章建筑 让我们拆掉 让我们拆掉 这肯定是非正常损失是吧 好那么相应的一系列 它的进向都不让抵了 包括你买的那些建材呀 你买的设计服务啊 还有你找这个建筑施工单位啊 你买的这个建筑服务啊 通通进向都不能抵了 所以这个是不能抵的 咱不能抵的打X 最后选这个再X的吧 好再来看B 说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 以实务赔付方式 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 自行向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 购进的车辆修理劳务 你就想一个保险公司 给人家客户理赔是吧 怎么理赔呢 咱们是帮人家修车 帮人家修车 那就相当于我们保险公司 买进了加工修理修配的劳务嘛 当然这块的这个车辆修理劳务的进向 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这是能抵的 好再来看C 说用于减易计税方法 计税项目的购进货物 咱说外购用于什么 减易计税免税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这都是不得抵扣进向的 那正好第一说的是集体福利 一说的是免税 好那这些购进啊 咱们通通都不得抵扣进向 因为它未来没有办法产生肖像 所以咱们进向是 不符合这个配比的原则 不能抵扣的 好那么本题选商不能抵扣的 就是ACDE这四个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 21年的单选题目 说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 发生下列情况 其进向税额不得从 肖像税额中抵扣的是哪个 说用于分配给股东 用于集体福利 用于对外投资 发生正常损失 首先我们要注意 外购的货物的话 咱们要看它用途 如果用于是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那它的进向是不得抵扣的 如果用于投分赠呢 咱们是视同销售 要去算肖像的 那既然视同销售算了肖像 那对应的进向 当然是允许抵扣的 所以这儿 分配给股东和对外投资 进向都是可以抵扣的 但是用于集体福利 是不可以抵扣的 另外咱们发生非正常损失 对应的进向不让抵 那如果是正常损失 这个进向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在这儿 咱们不得抵扣的 只有这个B选项 选上它好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个 20年的单选题目 说下列项目 允许抵扣增值税进向税额的是哪个 A说 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 电子普通发票的道路通行费 咱们说 平票抵扣里边 有老三样和新两样票据 是吧 可以平票抵扣 那这儿的道路通行费 就是凭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上 著名的税额来抵扣的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可以抵 另外B 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 咱说购进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是不得抵扣进向的 另外纳税人购进的娱乐服务 还有支付的贷款利息 这都是明确列明 不允许进行进向抵扣的 所以这儿能够抵扣的就是A选项 这样咱们把这个 能不能抵进向的这个问题 搞清楚了 那接着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确实进向是不能抵扣的 那么怎么处理 如果一开始我就知道它不能抵扣 那我就可以直接不做进向处理了 比如我外购了一批材料 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批材料 是用于生产免税药品的 那我就不做进向好了 我就把它的价和税合计 一块寄到它的采购成本里就行了 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 我买的时候是可以抵的 后来情况又变了 又不让抵了 那我就需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好 那么这块反正不让抵进向 这个到底金额是多少 咱们得算出来是吧 那这儿的情形比较多样 咱们总结一下 先从理论上总结一下 一会咱们再结合例题 再去练习一下 好吧 好 首先我们买进来这个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的时候 那通常是平票抵扣 如果是平票抵扣的情况 那这个不得抵扣的镜像 其实很好算 你比如说 我们买了一批材料 这批材料拿到了 一般纳税人开的专票 上面写了 价款100 然后税13 一共合计是113 另外我还付了运费是吧 运费也拿到了 增值税一般呢 是人开的这个专票 上面写着价 10 然后税呢 0.9 一共是10.9 那这时候 我买的时候怎么处理啊 买的时候就是 正常把镜像做了抵扣 剩下的既成本呗 也就是我整体的采购成本 就相当于是110 而我的镜像呢 就是货物本身的镜像 加上运费的镜像 我一共抵的是这个 13.9的镜像 是吧 好 那正像咱们会操作 反向应该也会 那现在他说了 说我们这批货物啊 由于管理不善 被盗了 以至被盗的这批货物 它的成本一共是110 好 因为这个成本是包括运费的啊 好 告诉你成本是110 其中含运费10 那请问现在 你镜像转出 应该怎么算呢 哎 就是倒推一下嘛 我知道运费是10 那运费当初抵了多少镜像啊 没有特别说明 我们默认当初都是从一般纳税人那儿 取得了专票这么来抵的啊 那么10应该乘上9%啊 当时抵了这么多镜像 现在我就转出这么多好了啊 另外就是货物本身的这个成本 应该是100啊 那当时我应该是抵了13%的镜像啊 那现在整体转出的就是这个数字了 所以平票抵扣的情形 我们正向的知道抵多少 反向的啊 通过他的成本金额 我们也应该能够倒推出来啊 一个转出多少啊 这是一类情形比较简单啊 我们直接用他的价款去乘上税率 或者征收率来进行一个倒推就行 那接着就是计算抵扣的情形啊 咱们主要说的就是免税农产品这一块 好吧 免税农产品呢 它比较独特 比如我们是从农业生产者这儿 买了一批免税的这个黄桃啊 那拿到了一张增值税的这个农产品的销售发票 或者是农产品的收购发票 那么上面只写了一个买价是吧 写了一个100 好 那这时候我怎么做镜像抵扣呢 是这样的 我先拿100去乘上9% 好 这样用计算抵扣的方式啊 抵扣了9%的镜像 然后剩下的部分寄到成本里去是吧 那成本的金额呢 就是100乘上91% 好了 那现在如果我告诉您 说我这批这个免税农产品 由于管理不善被盗了 以至被盗的这个农产品 成本是91 那你能不能倒推出来 它原来底部的镜像 能不能知道这镜像转出多少呀 其实也是能的 我知道这成本是91 又知道呢 成本其实只是我们当初 买价的91%部分 对吧 那我直接用这个91除上 这个一减9% 也就是除上91% 是不是就倒出来了原来的买价呀 好 那知道买价是100 那当初我底的就是买价的9% 这么多的镜像 那当初底了这么多 现在就镜像转出这么多就好了 对吧 所以这是它的基本操作 但是别忘了 这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如果我这个免税农产品 已经领用去深加工 那个13%税率的货物了 那么我一共底过的镜像是多少呀 其实是买价的10% 我一共底了10的镜像 是吧 那么相应的成本还有多少呀 成本就是剩下的90%咯 那就是90 那现在我告诉你 说这个免税农产品继续去生产这个罐头了 结果这批罐头被盗了 那已知这个罐头它耗用的农产品的成本是90 那你怎么去做镜像转出啊 跟刚才思路其实一样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成本是90 然后用它除上一减10% 也就除上90% 就可以倒出来原来的买价是100 那当初我们抵了多少镜像啊 抵的是买价的10%的镜像 那当初抵了这么多 现在发生了非正常损失 那我就转出这么多好了 所以在这个免税农产品这种计算抵扣的情况下 咱们做镜像是一个转出的时候啊 它有一个先除后乘的操作 我们先要用它的成本 除上一减去9%或10%的扣除率 然后倒出来那个买价 然后再去乘上9%或10%的扣除率 算出来它当初抵了多少镜像 就是我们现在不得抵扣的镜像转出的金额 接着再来看第三个类型 就是我分不清楚用途的 因为有一些镜像啊 我确实是用到了很多方面 我也不知道啊 它到底用量是多少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咱们就得想办法给它划分一下子了 对吧 当然如果是大件 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那你混用的情况 咱们是不用划分的 全部镜像都能抵了 但如果是材料这样的消耗品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分不清楚 就要人为的来分一分 分的时候 是按照销售额的比重来进行划分的 这儿给了一个公式啊 咱们要能够理解并且记住它 说不得抵扣的镜像税额 等于当期无法划分的 全部镜像税额 把分不清楚的镜像 拿过来做基数 然后去乘上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的分母 是当期全部的销售额 而分子呢 是当期减一计税的销售额 以及免征增值税项目的销售额 也就是说呀 我们这个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什么减一计税免税 它是不得抵扣的是吧 但是你用到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的那块咱不管它啊 咱们是拿全部的销售额里边 那个减一计税和免税的那块 这个比例来进行处理的 然后再举个例子吧 说我们这个企业啊 当期有一些构金 有一些镜像税 它分不清楚用途 那假设分不清楚用途的这个镜像 一共有13万 拿过它来做基数 然后呢 我们去乘上一个比例 那这个比例 它的分母是当期全部的销售额 也就是说 我既有一般计税方式下的销售额 又有减一计税方式下的销售额 我还有免税的销售额 是吧 把这些销售额通通的拿过来做分母 然后呢 分子 我只要减一计税和免税的销售额就行了 原因是他们这两块是没法产生肖像的 那么对应的镜像当然也就不能抵扣了 集体福利个人消费那块咱不管它 因为集体福利个人消费 它是不构成销售额的 所以咱们用销售额的比重来进行计算 不考虑那个事好吧 所以你看这个不能抵的镜像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呀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计算公式 但是这里边找数据的时候 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呢 我们来明确一下 首先在划分不得抵扣近向的销售额这一块 咱们的分母是包括一般计税销售额 减一计税和免税销售额的 分子呢是减一计税和免税销售额 那你说这些销售额要不要含增值税啊 注意它都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如果题目给了你含税金额 一定要做价税分离的 要不含税金额好吧 当然免税的都是不含税的 但减一计税和一般计税可能是含税的哟 你要价税分离一下子 另外就是如果差额计税的项目 那么差额计税的项目 我们是要差额前还是差额后的金额来做销售额呀 注意只要差额计税的 咱都要差额后的这个金额参与我们的计算 好吧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旅行社 那我们这个旅行社啊 它的销售收入呢 是可以差额计税的是吧 比如我收的这个团费啊 一共收了200万 可是我真正计税的时候呢 是可以差掉为参团人员而支付的 什么住宿啊门票啊 什么街团企业的旅游费等等 这些款项的 假设我能够差掉这个100万 好 那么最后我们要用的是这个 差额后的金额来参与计算 好吧 那如果你是一般计税项目 那你就除上1.06 是吧 这样算出来不含税金额 作为我们一般计税项目的销售额参与计算 好了 另外还有就是你说我们一般计税 减一计税免税这些数据都要 那不征增值税的项目要不要呀 不征增值税的收入 这个不要 好吧 不要 也就是说它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它属于圈外人 那它就不参与我们这儿的这个进项 能不能底的这种计算 好吧 你比如说存款利息 存款利息就是不征税的 就是圈外人 那么存款利息就不要介入了 好吧 不管它 另外注意 那个国债利息要不要放进来呀 国债利息要放进来 因为国债利息收入 它属于免税收入 好吧 免税收入要放进来 参与计算的 并且它分子和分母上都参与的 但是不征税的项目 那个是不参与的 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 划分比例里边的一些小细节 平时大家单看这个公式 你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只有做题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所以一定要记住 咱们再次总结 就是不征增值税的 那个项目 它不参与计算 另外我们要的 都是不含增值税的金额 另外 差额计税的 咱们要差额后的金额 这是关于 我们不得抵扣 进项的这个公式 然后接着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不得抵扣的进项 都是按当期数据 来进行计算的 对吧 按当期数据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啊 比如我们按月计税 那我这个月分不清楚的 这个镜像 有这么多 那我用这个月的 销售额的比重 来进行划分 直到我这个月 有多少镜像 不能抵了 下个月又有 分不清楚的镜像了 我再按照下个月的 那个数据 来进行计算 好了 那每个月 每个月都怎么去计算 是吧 可是这存在着一个问题呀 就是你 比如这个月 你买了一些材料 但是你不见的 这个月就用了 对不对 因为它 这个你勾进的东西啊 它在真正的使用消耗上 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那么这时候就导致你呀 你这个月的 分不清的镜像 你用当月的销售额 去进行计算 它算出来就不那么精准 对吧 所以在这儿 我们给了主管税务机关 一个权限 主管税务机关 可以按照上述公式 依据年度数据 对不得抵扣的 镜像税额 进行清算 对差异进行调整 也就是呢 我们把你整年 分不清的镜像 拿过来 做一个基数 整年的数据啊 分不清的 然后拿整年的销售额比重 再来进行一下划分 这样算出来的 就是你整年 不得抵扣的镜像 然后我们再跟你 那个按月算出来的数据 去比较一下 差异可以进行倒整的 这是咱们税务的一个权限 看看啊 简单的了解 知道有这么一事就行了 这是说到 无法划分的那个镜像 咱们按销售额的比重 进行划分的这个计算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 两类情形 说的是用途改变的 原来我抵过镜像 后来情况变了 又不让抵了 那我得做进行税额转出 是吧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原来呀 是不得抵扣几项的 但是后来情况变了 又可以抵了 那我到底抵多少呢 这这种双向的这种操作 大家必须要清楚 可以考到这种小计算的 我们来具体分析 首先先来看第一类 就是已经抵扣 转不得抵扣的 比如说我们拿 不动产来做例子 来说我们原来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最初是做仓库的 那做仓库 当然它的镜像是允许抵扣的 但是后来用了几年之后啊 我改变用途了 给它做这个职工浴室了 是吧 专用于做职工浴室 那注意了 外购的不动产 你直接用于这个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啊 专用于它 这个不能抵扣的情形 那当然是不能抵的了 但是如果你一边做仓库 一边用于这个浴室 那混用 其实镜像还是都能抵的 但如果你专用于不得抵扣 那就不能抵了 那假设现在咱们就是啊 专用于这不能抵的情况了 那你说这时候 我是不是就要做 镜像税额转出啊 原来假设买这仓库的时候 我拿到了增值税专票 这个专票上注明 价款呢 是假设100万 然后税呢 是9% 是9万 当时我抵了镜像税 但是后来用了两三年以后 我改成浴室了 但是注意 我使用的过程中 我是要折旧的是吧 假设我的累计折旧 一共折了20万 好 那这种情况下 你说我现在改成浴室 使用了不得抵扣镜像 那我是不是要把原来抵过的 全部镜像都给它转出呢 其实不需要 因为必定咱们有一些年份 还是用于这个能抵的范围了 是吧 是后来情况变了 它用于不能抵了 那我们按理说应该按照净值率 来做这种转出才对 对吧 好 那么这儿 你看它给了公式 不得抵扣的镜像 就是以抵扣的镜像税额 乘上不动产的净值率 那净值率怎么算呢 就是不动产的净值除上它的原值呗 那净值怎么算呀 净值就是原值减去累积折旧呗 是吧 这个基本的算法 大家应该还是熟悉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啊 到底怎么算 你看在本例里边 咱们最初抵了多少镜像啊 最初抵了9的镜像 那把它拿过来 咱们现在呢 用它乘上净值率来做转出 那净值率啊 这个分母是原值 那原值是多少呀 注意原值是100 因为我买这个仓库的时候啊 净像是做了抵扣的 所以能够抵扣的净像 它不计入原值 那计入原值的只有这100 好 然后接着我净值是多少呀 分子是净值 那净值是原值减去累计折旧 所以净值是80 那我们这儿净值率就是80% 所以这个9的镜像里 我们有80%做转出 就好了 转出这么多 并不需要完全的都转出 所以这儿是按净值率来做转出的 另外同学们稍微注意一下啊 说如果我这个仓库 买的时候它比较早 是吧 那个时候是用10%的税率呢 那假设税是10% 也就是10%的税率 那我现在怎么转出啊 注意那你就拿10%来做级数 去乘上净值率去转出 也就是说遇到税率调整变化 咱们按旧的税率做净像税额转出 还是那句话 实体同旧是吧 好 这儿不用管它 你就拿原来抵过的净像 乘不动产净值率 就可以了 转出这么多就行 并且这个净值率是原值分之净值 是这么算出来的 而且原值呢 由于你当初买的时候抵过净像 所以原值里是不含增值税的 好 这块咱们就搞清楚了 那接着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方向 就是不得抵扣转可以抵扣的 比如还是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原来买过来的时候 我就专门用于职工浴室了 那注意你专门用于职工浴室 当然是不允许抵扣的是吧 当时是不让你抵的 但是当时你确实取得了增值税专票 那注意拿到专票也没用 因为你用途不符合规定 所以也是不让抵的 假设买的时候还是价款100 税9 一共这么多钱 那后来用了几年之后 你改成这个仓库了 那么相当于我们用于这个生产经营了 那镜像按理说可以抵了 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 注意我们的累计折旧金额 假设还是20 那这种情况下你说 我这个不能抵扣转可以抵扣 那我到底能抵多少呀 能抵多少 其实跟刚才算法是一样的 就是拿我们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 或者是计算的进向税额来做基数 去乘上不动产的净值率好了 你看我这个增值税扣税凭证 也就是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那个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进向是多少呀 是9是吧 那就拿它做基数好了 拿过这9来 然后还是去乘上这个净值率 那这时候净值率注意啊 它的算法其实跟刚才不太一样了 首先我们的原值是多少呀 注意原值是109 为什么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买这个浴室的时候 当时的用途是不让抵扣进向的 所以当时的进向是直接寄到它的原值里的 不让抵扣的 那么我们这儿就是109来做原值 好那折旧了20 我们净值是多少呀 净值就是109减去20 所以你看这个净值率算出来跟刚才不一样吧 核心问题就是你不得抵扣的进向税 要寄到原值里去 你在这个原值基础上你再去折旧去 好吧 而可以抵扣的进向是不寄入原值的 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允许抵扣的进向算出来 好另外这个允许抵扣的进向它什么时候抵啊 注意是在改变用途的次月按规定啊 计算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就可以了 是次月下个月再开始抵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用途改变的情形下 到底怎么样去做进向转出 或者怎么样去算可以抵扣的进向 好在这儿我们要注意净值率的计算 尤其是原值里含不含存值税这事儿 咱们要这个更加细致的去进行分析才行 并且在计算的时候呢 咱们都是拿这个进向税去呈上这个不动产的净值率来进行计算的 所以计算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好另外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就是第二种情形 说你原来买进来这房是专门做浴室是吧 后来改成仓库了 咱说能让你抵进向 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是说你买这房子的时候得拿到这些允许抵扣的凭证 你拿到了增值去专用发票 那后续你用途改变 咱们才有可能让你抵进向 如果你一开始买这个房子 拿到的就是增值税普通发票 那将来你用于什么用途 它都不能让你抵进向 对吧 因为这个不动产 咱必须得拿到这个专用发票才允许抵 别的情况都是不让抵的 好吧 所以这个大的前提咱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是用途改变的问题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 返还收入的这个增值税处理 说对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 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的各种返还收入 应该充减当期增值税的进向税额 我们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比如说一个电器厂给商场供货 供这个小电扇 电器厂给商场供货呢 含税价 假设是100 好那商场进了这货以后再卖 假设它的卖价是100或者说150都行 是吧 好那么这个时候注意商场卖货 你要算销项的是吧 那算销项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含税价是150 那么你除上1.13乘上13% 这样来算销项税好了 好然后呢你跟电器厂这进货 那么你的进向税是多少呀 进向税就是100除上1.13乘上13% 是这么多对吧 但是这电器厂又给你商场说了 说你每卖一台我们这个小电扇 我再给你反例 给你反10块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想想 反例反的这10块 对于商场来说是什么意义呀 其实就相当于你进价便宜了对吧 你进价不是100了而是90了 所以说反例的这个金额呀 咱们商场要做这个充减进向 也就是这10啊 我们要价税分离除上1.13 然后再乘上13% 要充减我们的进向税 相当于进价便宜了 进向少了这个意思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返还收入的处理操作 另外这还特别强调了 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返还收入 一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也就是说商场啊 他假设卖了一台这个小电扇 那他收到了电器厂板的这10块钱 这10块钱咱们做这个充减进向的操作 是吧 那你收到这10块钱 你能不能给这个电器厂去开一个增值税专票呀 这个不行 那到底怎么开票呀 还注意是电器厂开 红字发票就好了 你看电器厂本来你卖了货 你开了100的发票给商场 是吧 但现在你又反给他10块 那就相当于是这种销售折让啊 是不是 那就再开个红字发票 开这个10就可以了 所以商场他收了这个10 他不能开专票 这是由电器厂开红字发票的 商场要去充减他的进向 并且充减进向的时候 我们取得的返还资金一定是含税金额 要做加税分离的 这是他的一些细节的操作 好这样我们就把不得底扣的进向这一块介绍完了 然后看看典型题目吧 一个19年的多选题 说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构进和租用固定资产进向税额抵扣 下列说法正确的有什么 A说构进固定资产 既用于一般寄税项目 又用于免税项目 进向税额可以全额从销向税额中抵扣 没问题呀 咱说大件混用都可抵 其他混用要划分是吧 大件指的就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动产 他们如果既用于一般计税项目 又用于那些个什么 减易计税免税项目 那些不得底扣的项目 咱们全部的进向都是允许底扣的 对的 然后接着B说构进固定资产 专用于减易计税项目 进向税额不得从销向税额中底扣 那你如果是专门用于那个不得底扣的范围 那当然这个进向是不能底的了 用于减易计税 免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这都是不得底扣的 然后接着C说构进固定资产 既用于一般计税项目 又用于免税项目 进向税额不得从销向税额中底扣 错了 咱大件混用都可以 应该是全额能底的 然后D说 租入固定资产 既用于一般计税项目 又用于免税项目 其进向税额准以从销向税额中 全额底扣 这个没错 咱不管是买的 还是这个租的 只要是混用 那么它全部的进向 都是允许底扣的 再来看E 说购买时不得底扣 且未底扣 进向税额的固定资产 发生用途改变 用于允许底扣进向税的 应税项目 可以在改变用途的4月 按规定计算 可底扣的进向税 也就是买的时候 不让底进向 但后来情况变了 又可以底了 那可以底了 咱们从4月 就可以让你底了 没问题 是吧 咱们在计算的时候 其实就是比照 不动产的方法 去进行操作 跟不动产一样 就是用我们的 这个进向税额 去乘上净值率 来进行计算 好 这个是对的 那么本题的 这个说法正确的 那就是A B D E 这4个 接着再来看一个单选题目 说23年3月 某一班纳税人商贸公司 上月外购的一批化妆品 因为管理不善被盗 一看见管理不善被盗 这是不允许抵扣进向的 属于非正常损失是吧 已知其账面成本12万 其中含运费2万 化妆品和运费 均取得了一般纳税人 开具的增值式专用发票 并且已经抵扣过进向了 则本期应该进向转出多少 那么这儿我们就要分开来算了 首先运费是2万 当初应该是抵过9%的进向 剩下的化妆品本身的成本是10万 那它应该抵过13%的进向 当初抵了这么多 现在因为管理不善被盗了 那是进向转出这么多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一个反向的操作 接着再看一个单选题目 说某果汁加工厂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3年4月 外购的一批免税农产品生产的果汁 因为管理不善 全部损毁了 好 耗用的农产品 账面成本是22,620 然后外购库存的一批包装物 因为发生自然灾害 全部损毁了 那么该批包装物的账面成本 是32,000元 农产品和包装物的进向税额 均以抵扣 问我们这个23年4月 应该转出多少进向 那注意啊 咱们自然灾害损毁掉的这批包装物 它是不需要做进向 是要转出的 因为这个不属于 我们不得抵扣的那个非正常损失 是吧 所以不用管它 但是这个果汁因为管理不善 损失掉了 那么它的进向是要转出的 好 那我们知道 耗用了农产品的这个成本 是22,620 是吧 那能不能倒推出来 它抵过多少进向啊 当然可以的 这儿我们提到的是 这个免税农产品生产的果汁 也就是这个农产品 买的时候 咱们是买价的 9%或者10做了进向 买价的剩下的91%或90 是做了这个成本的 好 那么这儿注意 它已经生产成果汁了 对吧 果汁销售的话 是13%的税率 所以是深加工了 那么当初我们抵过的进向 肯定就是买价的10% 而买价的90% 是寄了成本的 好 那么现在 我们知道这个成本是多少 能不能倒推出来买价呀 可以的 我们用这个账面成本去除上 一一减去10% 也就是除上90% 就可以倒出来当时的买价 那有了买价 我们再乘上10% 那就是当初我们所抵过的进向了 现在就转出这么多好了 好 这是关于 那个农产品计算抵扣的 一个转出的操作 先除后程 好吧 接着再看 20年的一个单选题目 说某生产企业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3年2月销售应税货物 取得不含税销售额为600万 销售免税货物销售额是200万 货物耗用材料的进向税额是65万 无法划分用途 问该企业当月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允许抵扣的进向给算出来 因为你的进向一共是65 但它不是全部都能抵的是吧 能抵的进向是多少呢 咱们这得按销售额的比重来进行一下划分 因为大件混用都可抵 其他混用要划分 所以这必须得分一分 好 那找销售额吧 咱们的这个应税货物的不含税销售额是600万 免税货物是200万 一共销售额是800万 那其中那个600万那一部分比例 它是允许做进向抵扣的 原因在于什么呀 在于我们应税货物这块能产生销效 所以它对应的进向是可以抵的是吧 所以可以抵的进向是这么多 然后我们题目问的是 当月应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那我们就销项减进向呗 销项是多少 销项当然只有卖应税货物才会有销项是吧 那就600乘上13%来算销项好了 那免税货物是没有销项的 不用计算 并且免税货物所对应的进向也是不能抵的嘛 所以最后我们用销项减去可以抵的进向 就是我们当月应该缴纳的增值税 这是它的计算 另外我们这儿再提示一下 这个题目默认这个应税货物 就是一般计税方式的货物 好吧 它不是减一计税的 因为如果它是减一计税的 那么它的进向也是不让抵的 对吧 接着再看一个18年的单选题目 说17年5月 某公司是一般纳税人 他购入了不动产用于办公 那这时候他的进向肯定是能抵扣的 说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金额2000万 税额100万 进向税额已经按规定申报了抵扣 结果23年1月 该办公楼改用于职工宿舍 那相当于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了 是不能抵扣进向了 所以这是一个能抵 转不能抵的情形 说他当期的净值是1800万 问该办公楼应该转出进向税额多少 那么这儿呢 我们就简单的用这个进向税额 乘上净值率计算好了 好 那么进向税额 当初我们抵过的是100万 是吧 然后用它去乘上净值率 净值值到是1800万 原值是多少呀 注意原值就是2000万 因为当初买这个房子 是用于办公 那么当时买的时候 进向是抵过的 所以这个能抵扣的进向 它不用算到我们的原值里 原值就是2000 所以用100乘上2000分之1800 这样来计算进向转出的进额好了 接着再来看一个单选题目 说某商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2年3月购近一批货物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价款20万 增值税2.6万 本月售出该批货物80%的部分 取得零售收入22万 并且按零售收入的10% 取得了厂家的返利收入2.2万 问商场本月应纳增值税多少 注意这给了这么多数据 咱不要乱 咱们去分析它的销项和进向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销项 你看我们这是销售了货物的80% 取得零售收入22万 那这22万就是我们的销售额 但是它是零售价是吧 所以是一个含税金额 要下水分离的 咱们这默认就是13%税率的货物 除1.13 然后再乘上13% 那销项有了 接着我们再考虑进向 你看这我们22年3月购计一批货物 取得专票注明价款20万 增值税2.6万 也就是我们的进向 就是平票抵扣的2.6万 可是接着 我们又按零售收入的10% 取得了厂家的返利收入2.2万 那这个返利怎么办 我们说跟销售额货量有关系的 直接挂钩的这种返还的收入 它是要充钱进向的 也就是2.2万是一个含蓄金额 我们要除上1.13 然后乘上13% 这个金额要做进向的充减 那这样我们进向就变少了吧 所以最后用销项减去进向 来进行这个税额的计算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返利的这个处理问题 另外在这儿 有的同学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被迷惑 有同学说了 说本月售出该批货物的80%部分 取得零售收入22万 那我只卖了80%的部分 是不是进向也只能抵那80%的部分呀 注意不用 我们再次强调 咱们增值税理进向抵扣 通常情况用的叫购进扣税法 也就是说只要你购进了货物 拿到了相应的抵扣凭证 那么这个凭证上的全部的进向 你都可以做抵扣 好吧 你看你拿到了专票 你买了这么一堆货 你的进向是2.6 那你全部都可以抵掉 不管你有没有卖出去 哪怕你这个月你一分钱都没卖出去 好吧 或者说你只卖了一半卖了80%等等 那么对应的这个进向都是允许抵扣的 好吧 所以不要被这个其他数据干扰 另外就是反例 反例是要充减进向的 相当于做了一个进向水额转出 最终我们拿肖像减去允许抵扣的进向 来算赢拿水额好了 这样我们就把进向水额转出 或者说不得抵扣进向的问题 咱们介绍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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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